Odia Jungle 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 青阳 白阳三期 各历一万八千年 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 大节将至 去北信奉一贯道 才能消灾缅南 民国晚期 邪教组织一贯道 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 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1930年到1947年间 其全国组织架构 设有北京 天津 济南 上海等七大总坛 上海总坛 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 如常州 杭州 温州等地分坛 一归上海总坛管辖 1949年前后 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弹堂1144个 半道人员6200余人 道途约30万人 由此当不难揣之 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 有学者认为 即盛时期的一贯道 有教徒300万人以上 当非虚言 一贯道汪伪高级官员的敛财工具抗战期间 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 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力久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 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爱交部长楚明毅 汪伪考试院院长王一棠等等 自民国之一贯道 至今日之全能神 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始驱动力 其教义本身如何 实际上并不重要 正如传销模式下 其产品质量如何 亦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这种金字踏实的联财体系 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 乐意加入一贯道 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 该道敛财名目极多 如捐钱半道 考财 杜大仙 功德费 开荒费 弹注费 仙心费 忏悔费 齐家费等等 投桃报李 以敛财为目的的教授们 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 随意更改其教义 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术 来收恶人 内战期间 甚至在教徒中 散播十八小子做中原之称女 望图于立 1946年 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 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第一贯道 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 但在张光毕等人的活动下 起诉无疾而终 调查取证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一时 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 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 供奉师尊和师母 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 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 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 也有吃农工商各阶层的人 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 流用的国民党就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 也为数不少 进一步调查得知 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 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 以前不是地痞流氓 把地主 就是日寇时期当国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的 前去叩拜的 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 民警看见 道坛所在的屋子里 烟气缭绕 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 向燃香跪拜 被称为三财的三个未成年孩子 用被称为伏极的把戏骗人 三财指天财 地财和人财 天财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 人财把写出的字念出来 地财再把念出的神讯字写在纸上 要道徒拿钱来行宫 献心 以免灾难 没钱的也不要紧 舍身半道即可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 调查一贯道的罪 行径 为国家制定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一贯道的大小谈主 多是城镇富豪 恶霸权势 乡村地主富农等 为了多多人 他们散步入道必灾免货 死后东不挺是下不臭等迷信谎言 并利用手中权势强迫群众入道 道徒们一入道 便成为敛财的对象 入道费 功德费 行工费 献心费 进校费 免冤费等费用五花八门 进入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 就合十几金白面 当时北平时共有二十多万道徒 功德费聚合起来 就有五万代白面 大多落人少数到首帐下 正当调查组到处取证的时候 一贯道又放出了谣言 鼓楼冒烟儿 八路军要颠儿 这则谣一时传遍北京城 每天傍晚的时候 大人小孩纷纷拥向鼓楼 光看鼓楼顶上的烟系生腾 迷漫 北京附近的天津 河北等地 也有很多人闻讯而来看 究竟 一时间 鼓楼附近人满为患 交通严重堵塞 为了弄清真相 北京市公安局架起云梯爬上去查看 发现鼓楼顶上的烟 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经昆虫专家鉴定 这种喜欢扎堆儿的飞虫学名叫摇椅 蝉于不流动的水中 喜欢在建筑物顶端聚集 民警把鼓楼顶的摇椅捕来展示在鼓楼下让群众观看 北京日报也专门发表文章说明 谣言被戳穿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一贯道变本加厉 一发猖獗 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了 美奖军要来北京 八路军要完了等言论 一些谈主还组织道徒练武 购买枪刀等 只带道长一声令下 进行武装暴乱 梦想复辟 一贯道已经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 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 与政府为敌 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了 取缔它已成必然 北京取缔行动 1950年10月10日 随着双十指示的发出 打击土匪 特务 恶霸 反动党团骨干 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 五方面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1950年12月18日 北京全市统一行动 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 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 先后逮捕反动到首381人 枪毙反动到首42人 登记点传诗720人 坛主4775人 三财663人 声名退道者 178074人 封闭大小坛1283个 经过这场斗争 北京的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被彻底摧毁 一位外国记者撰文说 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 一扫帚罢继练扫光了 又一扫帚罢一贯道扫光了 真厉害